中方积极改善双边贸易状况,积极化解中美分歧,内方声称一直耐心的,对中方做工作,而中方置之不理。 罗宇则说,对中方来说,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,因此始终致力于积极改善双边贸易状况。 中方明确表示过,我们不但方面追求出口和顺差,采取有利措施扩大进口。 博豪亚洲论坛上,中国宣布的采放措施,及中国采取的一系列鼓励扩大进口举措,都表明中国不仅对美方,而且从总体上改善贸易状况的诚意。 特别是,在中美经贸分歧上,中方始终保持相对克制的态度。 不打第一枪,不加码反制,美方提出产能过剩问题。 中方积极回应,作为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,中方一直以来不断学习国际规则,示意经济全球化要求,使得全球陷入十年的漫长的平衡期,也直接导致需求的大幅类缩和供给的相对过剩。 在20国集团G20杭州峰会期间,中方与各方共同建立全球钢铁论坛,由各方协力探讨如何解决周期性波动。 中国也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为达到新的平衡做出了积极努力。 中方加快改革开放进程,中国大幅降低汽车等制成品进口关税,积极扩大从美国进口农产品和能源产品。 美方无视国际贸易规则,步步紧逼,回顾进其中美金马摩他升级的锦程,每一次均由美方调起,美方无视国际贸易规则,步步紧逼。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老林指出,贸易战是美国调起的,中方应战是为了和,不战不能和,战不赢不能和,各国都应遵循国际贸易秩序与规则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haz